大家好 我今天呢,又來到土城大暖坑 那本來是想找出 我以前所發現那個 很大的貝類化石 可惜啊 可惜像現在前面這邊 那個...Sangona裡面 雜草 芒草非常濃密 所以呢,我一個人 可能沒辦法進去 也不是可能啦,因為我嘗試過啦 我還穿雨鞋 然後拿那種 工具 想要把這個 芒草啦 清除掉 像現在這邊 這很濃密啊 一個人在裡面鑽,然後又看不到什麼石頭 所以之後呢 我只好放棄啦 因此今天的影片就是 失敗啦 沒有辦法進去探索 今天,我打算 來尋找化石 可是這裡呢 哇,看起來 蠻恐怖的 到底要不要鑽進去 要 研究一下 看什麼進去 這個 芒草實在是太 太濃密啦 憑我一己之力 可能有點困 那也怕說什麼 跌倒啦 或者是 哇,這個真是多啊 沒有路 那如果說整路都這個樣子 那 這個探索我是有困難的 在前面呢 也都是盲場 所以呢 我也不想再前進啦 感覺 一路都會很艱辛啊 好吧 那 那 折返 今天的探索 就算啦 這個 安全第一 化石 化石 沒辦法啦 這個 一個人 進去 太麻煩了 折返 所以呢 探索啊 並不是 時時刻刻 都能夠有新的發現 有時候可能會有點無聊 沒有辦法 我想像我影片想要呈現的就是說 一個比較真實的這個 探索旅程 不要過於那種造作 那 也就是說 你出來 有可能 找到你想要了 也有可能 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 剛好看到 剛好看到這個 竹子開花 有些人啊 沒有見過竹子開花 這種就是竹子開花 長得很奇怪 一粒一粒的 這種就是竹子開花 它的花就是這樣 好像小竹筍一樣 尖尖的 為什麼我談這個呢 因為之前 也在臉書看到 有朋友在問 這是什麼 這是不是竹子開花 沒錯 那就是竹子開花 那 據說竹子開花之後 竹子就會死掉 所以呢 今天的旅程 本來是由 化石探索 結果變成了 竹子開花 好啦 就這樣啦 祝大家 祝事順利 掰掰